昨天是空军航空开放活动 长春航空展首个公众日 歼11BS与歼10S飞机 为观众呈现了一场震撼精彩的模拟对抗空战 抵达预定空域 双机以极限坡度快速回转 充分发挥战机机动性能 获取角度优势 力争先于对手发现 先于对手锁定 先于对手攻击 进行空战如果相对有些了解的军事迷的话 可能知道就只有单环和双环 两种非常最基本的经典的态势 那么我们在这个 我们的展示过程当中 也是对这两种态势进行了展现 并且有一个单环 转换到双环的一个这样一个过程 双环对抗是禁锯格斗过程中 常见的另一种战术 它主要通过大脚速度优势 进行摇尾机动 进入双环双抗环节 飞行员既要向外观察对方的动态 又要操控战机形成攻击窗口 还要使用雷达火控设备 构成发射条件 双方在双环中形成了军事的对抗 因为异形机在禁锯空战这一块 大家的飞行技术都是差不多的 也就是说每个人都在观察你的对手 只有抓住了这一个细微的失误 你才能够转变成一种优势 对其实是一个打击 迅速向外侧做斜平面机动 改变飞行轨迹并进行能量的转换 保持优势快速 为避免形成被动态势 监视S战机迅速向外侧做斜平面机动 改变飞行轨迹成功脱离追击 针对这个飞机在低空的一些转弯性能 包括它的爬升性能 或者说它的机动能力 进行一些数据上的计算 其次就是在整个我们训练的过程当中 除了就是对动作本身进行这些研究之外 还是以就是整个配合 这样的话才能给大家就是呈现一个 相对来讲比较精彩的一种展示 除了激烈的空战 昨天来自空军哈尔滨飞行学院的飞行教员们 驾驶尖叫酒飞机 进行了精彩的单机性能展示 大仰脚拉起 高速俯冲 战术规避 一系列战术机动动作 向观众呈现了一幕幕精彩的空中美学 赢得观众阵阵喝彩 作为一名军工人 在空军航空开放活动的现场 看到我们维修保障的战鹰和装备 精彩亮相 这激励着我们在街在地 扎实工作 保障我们的飞机飞到更高更远 单机性能展示 我们动作设计的灵感来源于实战 所有动作均有其一定的战术意义 就是为了给大家带来强烈的视觉冲击 留下深刻的印象 作为我国自主研发的高级教练机 尖叫酒飞机既能挂载武器 执行空对空空对地任务 又能担负有战术背景 实战化课目的教学训练 结计学员可以无缝衔接改装部队主力战斗机 在教学过程中设置对地突击自由空战等训练内容 目的就是打捞飞行学院的计算的基础 争取帮助他们早日成长为合格的战斗员 今天是空军航空开放活动的第三天 每年的航空开放活动 大家最期待的就是空中飞行展示 作为唯一在本场起飞展示的红鹰飞行表演队 每次亮相都是堪称完美 巴基钻石金斗 丘比特之舰 都是大家非常喜欢的经典动作 今年是空军航空开放活动举办的第十届 也是红鹰参加的第十次 一路走来他们经历和见证了很多变化 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前方记者 走进这支表演队 荣若你好 现在已经看到你身后停泊的红鹰战机了 能给我们来走近介绍一下他们 好的 周瑜 那红鹰飞行表演队也是刚刚结束上午的飞行展示 回到了停机坪的位置 那现在我们能看到的是 我们的基务兵正在对飞机坐着检查维护 除了飞行员之外 我们的基务兵也是红鹰的一员 他们也是非常辛苦的 夏天有多晒 冬天有多冷 这个只有他们最清楚 因为不管任何时候 他们都要在第一时间来对飞机进行维护和保障 另外飞机在空中做的各种高难度的动作 也是需要基务兵来精准地调整飞机参数来实现的 所以说每一个精彩呈现的背后 都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付出 可以说他们也是真正的幕后英雄 那我们再来近距离地看一看红鹰的飞机 这是轿巴飞机 是我国自主研制生产的双座轿链机 主要是用于飞行学员的技术 飞行技术的训练 以及战斗的训练 那我们的红鹰飞行表演队的飞行员呢 也是全部来自于空军航空大学的一线飞行教官 他们平时的主要工作呢 是带飞 是教学员 那有活动的时候呢 他们就炫舞蓝天 那么今天的直播当中 我们也邀请到了空军航空大学 红鹰飞行表演队队长张立斌大校 今年呢也是他第十次参加空军航空开放活动 来 张队有请 你好 主持人 张队 怎么样 今天飞完之后的一个感受 今天感觉呢 我们这个全套动作呢 完成得非常好 虽然说今天有云的影响 我们进行了二套动作的编排 但整体表演呢是非常流畅 我们是在起飞之前 也是根据天气随时在调整方案 对 我们根据实时天气 进行几套方案的确定 我们在下面看着上面飞得特别的精彩 那么在上面 你们在座舱里面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啊 我们在座舱里要达起一百分精神 让把最好的一面展现给所有的观众 我看到有的很多飞行员下来之后 衣服都湿透了是吗 对 因为毕竟是在夏天 而且我们做一些高机动动作 在做机动动作的时候 只要飞机有载荷 我们就要紧绷肌肉去进行抗载 所以说呢也是一个体力活 这样的下来衣服肯定是要湿透的 这上面是特别好体力的 对 张队 我看到一下来之后 我看到您的两只腿上有 这是什么 能跟我们介绍一下吗 这个东西呢就是我们整个一个表演方案 尤其是我们这个颜色标识呢 是我们的拉烟方案 这样的话我们在空中呢 可以作为一个小的提示板 在座舱里面因为两只腿是这样放的 所以看起来方便 对 看起来比较方便 它可以作为一个小的提示 包括这个拉烟的颜色 对对对 那针对今年整个飞行上 我们有什么样的亮点吗 今年呢我们是针对整个这个天气特点 与今年的这个表演特点 因为今年呢表演这个队比较多 我们表演的东西呢也比较多 整个它流程呢是比较紧凑 所以说针对这个特点呢 我们表演队呢进行了一些表演的优化 包括我们动作之间的间隔 要进行给它缩短 这样呢随说是我们时间缩短了 但是体现出来呢更精彩 更动人心魄 节奏更紧凑 对让观众看起来呢更有观赏感 那有哪几个具体的动作可以提示一下大家 你比如说我们整个动作中的衔接的间隔缩小 在一个在某些动作上我们进行了小的微调 像我们有一个T4滚转 以前我们都是双双机带起进行这个T4滚转 今天呢我们进行了后期的四架飞机进行了一次T4滚转 这样在空中看起来呢就比较灵动 整体看起来效果呢就会更好 也是第十次参加航展的一个亮点 那张队知道您是第十次参加航展 相当于这个空军航空开放活动 相当于是一直跟随着我们航空开放活动到今天的 您的这个应该是见证了很多的变化 首先来说说红鹰的变化吧 这个红鹰的变化呢 我们经过了十届的航空开放活动 包括其他的大型活动呢 我们整个自在成长 我们人员呢也在更替 但是我们的动作呢是越来越精彩 越来越炫酷 您感受到的我们空军航空开放活动的变化是什么 航空开放活动有这么几点 第一个呢首先是我们这个装备变化 从第一届到现在 这个空军的装备进行了跨越式的发展 而且大幅度的提升 观众很多居民也会看到 像以前我们展示在展示区的飞机 今年呢悄悄有些变化 它拉到了老旧飞机的展区 这也说明我们空军一个发展的跨越式变化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整个这个观众的层次的变化 以前呢这个观众就是成人比较多 现在呢是青少年比较多 也说明了我们作为空军开放活动 一个展示空天力量 这个展现这个宣扬空军文化 这个对所有的青少年呢 进行了一个吸引 也吸引更多的优秀的青少年呢 加入到我们空军队伍来中 第三一个呢就是说 我们通过今年的航空开放活动 所有的观众你可以看到 我们有各种的活动 各种的打卡 还有我们飞行员与观众的互动 这彰显了我们空军更加的开放 也说明了空军更加自信 好的 谢谢张队 也特别感谢您 感谢红英带给我们每一次的精彩 谢谢张队 谢谢 谢谢 我们红英飞行表演队 可以说是从国庆阅兵 到庆祝建党百年的飞行表演 从中国航展到空军航空开放活动 我们的红英飞行表演队 可以说是代表和展示了 空军院校的独特魅力 挑战自我 挑战极限 那么他们也在灵动的翱翔当中 寄托着空军官兵 始至空天的坚定信念 好的 前方的情况就是这样 周瑜 好的 谢谢荣荣从前方带来的报道 列阵的红英非常好看 也希望它能飞得越来越精彩 今年的空军航空开放活动 吸引了大量观众 到现场一睹 战鹰翱翔空天的风采 他们当中有白发苍苍的长者 也有许多青少年 有第一次到现场 观看飞行表演的新朋友 也有多次到场的老朋友 接下来我们就一同跟随镜头 来听听新老朋友们的感受 活动首日 大批观众前来观看飞行表演 人群中92岁高龄的梵金梁老人 格外引人注目 抗美援朝出国作战期间 老人参与了四次大型战役 如今看到战机翱翔天空时 老人也不禁回忆起了当年的情景 看到活动现场 人民空军先进的武器装备 搏击长空 老人十分欣慰 现在的武器比过去多得多了 今年74岁的晋中天 曾在空军航空兵某师服役14年 来到活动现场 看到地面静态展示区的各型装备 他由衷地为人民空军的发展壮大 感到自豪 在活动现场 也不乏多次来看展的老朋友 今年是摄影爱好者杨江春 第三次来到长春拍飞机 我看您今天是带了装备特别的齐全是吧 对对对 您已经是连续多年的拍着空军航空开放活动了 对对对 每次拍摄需要准备什么器材 然后什么机器 什么卡 什么镜头 我都要去列一个表 然后根据我拍的不同的环境去配它的镜头 那飞行表演当中 您拍摄到的最满意的照片是什么 能够我们讲一下 最满意的照片 一来是我专门守在跑道边 就是为了拍飞机滑行的时候的动作 以及飞行员打招呼的动作 以及就是歼20的双击对冲 包括我们八一飞行表演队的经典动作 红鹰的经典动作 我几乎每一次表演都要拍大量的照片 七岁的李琛小朋友 一大早就来到了现场 这是他第一次跟着妈妈来看飞行表演 今天看完了飞行表演觉得他们帅不帅啊 帅 那以后你自己的目标是 成为空军飞行员 在现场还有一群新朋友 就是今年空军航空大学新录取的飞行学员 取得今年空军招飞001号录取通知书的 孤瑞同学 现场看过飞行表演后 也有着自己的期待 当看见真正的舰20飞过我的头顶的时候 也感觉更加的期待以后 能自己有朝一日能够开上舰20 以后我也会努力学习刻骨训练 争取早日成为一名合格的飞行员 也实现我当初许下成为各个方面001的诺言 在飞行表演现场 从五湖四海而来的观众用行动 为人民空军点赞祝福 有名军点赞祝福